我覺得討論事情不應該去脈絡吧 就切了一段 這個我想跟當時立法院在討論的主題跟議題不同 市長 今天立委是贊成公國綁大選 而且說全世界立場都這樣 那現在的 全世界都這樣 現在的立場是一樣嗎 剛剛假如大家有看完整的 整個剛剛同議員所幫的整個過程 在106年還是07年 我現在時間我不太仔細了 在最近這次的修法 我是內眾委員的招委 我們主要是在討論門檻 民國95年的時候 國民黨當時黨團提案 是反對公國綁大選 當時是因為幾次的鳥籠公國 因為國民黨在立法案修法 他們的人數占多數 所以修了一個門檻是高達50%的門檻 所以現在後來修法 修法當時在立法院是在討論門檻的問題 結果門檻降到四分之一 門檻降到四分之一 在2018年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當時國民黨就提了十個公投法 會造成一面開票 一面投票的亂象 所以立法院後來才在修法 所以民主的實踐 這個法從公投法一開始的扭同公投 逐步的修正 到之前的代理法案修正 到現在 它是一個民主的實踐過程 在這個民主的實踐過程裡面 法令制度 有時候會修正 像國民黨當時反對民主公投 那後來 他現在 這個反對公投綁大選 那現在他們又要公投綁大選 那門檻當時是高門檻的二分之一 現在降到四分之一 所以在這個實踐的過程裡面 公投法 假如在實踐的過程裡面 發生的問題 當然要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討論事情 不應該去脈絡化 就切了一段 這個我想 這個跟當時立法案在討論的討論 跟議題不同